好 那個我們準時開始 七點準時開始 那個兩位講者都已經坐在台上了 哈哈哈哈 那個余凱在趕路中 他就要上次來也在下 欸你拿一支麥克風喔 余凱的代言 好我先跟各位報告 那個我是張正 我是製作店的負責人 很榮幸可以邀請到兩位 當前台灣中華民國公務員圈裡面 都算有名的 有名的黑的公務員 那 一位可能更黑主要現在用這個 另外一個角色的代替 現在台上那個頭髮 欸哇你的頭髮跟你的狗 有一點 應該沒有吧 它是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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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尖的 不同的造型的那個頭髮 文偉 那 那個書幫我拉 丟到莊家 那 劉文偉也是一個畫家間 那叫畫家你叫做作家 主要是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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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出過 不畫會死 就很出 他是 宜蘭監獄的 管理員 現在是應該是 宜蘭監獄最高的 職位最高的 地位最高的管理員 因為在塔上面 他被關在塔上面 管理其他的 那個 犯人 那另外一位正在路上的 那現在有派一個代替 我會派了一隻狗 派了一隻他的狗 那我先 當那個林玲凱站位子 他 發現余凱來的時候 沒位子 所以 這狗真乖 這狗也太乖了 好 那余凱在路上 沒有 你看 他 他這個動作代表 林玲凱現在離開了 公務員的職位 非常有靈性的一隻狗 那 林玲凱是 這個是他的書 這個 這個沒錯 我好像拿到今年的那個 那個 國際書展的好書 對不對 也很敢啦 而且 他寫了之後 其實也 他那個行政院啊 什麼都演 其實不敢說什麼 因為他講的 應該大部分是 真的吧 雖然我自己沒有在公務員 控制其敗過 那待會呢 他們兩位 一位現任公務員 和一位前公務員 會在這邊談 我其實也不太確定 他們談 要談些什麼東西 因為他只不過 所有的公務體系的內幕 和未來 我想他們兩位都是非常感想的 那 余凱說 帶小孩來 那 郭文衛帶老婆來 和狗 老婆 狗和老婆來 兩邊都是 要出馬對決 要競爭這個 最黑公務員的這個王座 那 在余凱來之前 我先簡單講一下這個書店 他還只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結果我們當然主題是東南亞 感覺這兩個跟東南亞 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不過我現在 我們後來已經把 對 好 那我們只能拍狗 直播 直播這個畫面 你只有狗 幸好這隻狗 還蠻上向 而且很乖 很乖 不用管他 就定在這裡 好 那個 那個看直播的朋友 請不要誤會 好 我再說 我再說東南亞主題書店 那我們其實是把 我們最主要當然是介紹 東南亞相關的歷史文化 等等 學習 不過有一些 這個社會上 主流的題目 我們其實 反正有這個空間 我們也都把它納進來 那也會不斷地邀請 各式各樣的講者 來這邊說 如果有哪些地方 他 就他如果缺地方說 我們非常歡迎他來這邊 談 那地理上面 包括像 印度啊 俄羅斯啊 黑洲啊 其實也很多講者 在這邊講過 那像 余凱 他們之前做那個 共和例 風物園 革新 聯盟 之前 他們還沒成立之前 也在這邊開會 他們也接上去開會 那我們 希望台灣 往一個更好的地方 發展 那 東南亞是一個 手段 那不同的 多元的聲音 我們也希望 都可以在這邊發聲 所以 待會 這一場應該是非常 freestyle 做的 那待會 麥克風就喘下去 歡迎大家盡量說話 大家願意 在下雨天 特別來這邊 應該 也都有一些 什麼想說的 或想問的 那 歡迎大家 不要客氣 那書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書 其實是一個特色 我們書的流動方式 不是用賣的 也不是用 租的 我們這書就是 比如像 文衛這本 多少錢 300 300 我們也不會打折 這本就是300 你幹嘛300 就帶走 帶走之後 就當作你自己的書 就像畫線啊 然後把它著色 你看它這本其實蠻適合當著色的 不是 就是 空白 你可以幫它著成彩色 然後你哪一天缺錢了 或者你哪一天要來聽演講 你就把這本書帶來 還給我們 你就會還你三百萬 那 雨桿這本也是一樣 你可以畫線 這句是金句 這句是爛句 你可以寫些評論 我們希望說它除了承載知識 承載作者的經驗 之外 讀者也可以在上面加值 加一些東西 那我們是 還蠻反對所謂打折這件事情 我其實是覺得 打折這個事情 讀者大概喜歡 我自己買書 我也喜歡便宜的書 但是 就是 作為一個 傳遞書的這樣一個角色 我不希望提醒大家 每個人都有的那個貪念 然後我希望 每個人賣我八折好不好 七折更好 六折更好 可是你如果這本書真的有意義 有價值的話 其實不差在那一折 你不是因為它少了二十塊 所以你就買這本書 可是這本書本來就 有值得拍得很好 那 不管是書店 或者網路書店 設計書店 這個打折其實 當然有點他們的不得已 所以我們 創造了這樣一個新的信息 這本書就是原價 可是你當然可以看完 或者不看完 你還給我們 你就還你原價 那 叫書店的一個 書在這個網路時代 有另外一個實體的影響 所以這個書大概會 大家也可以願意的話 就帶我去看 那大家要先給錢 呵呵呵 可是你看完 或者沒看完也沒關係 你就還給我們 我們會檢查 如果你沒畫線的話 我們就不退你錢 你有畫線 我們就不退你錢 可是你有多少看你一下 你可以說它寫得不好 畫得不好 你可以說它畫得好 畫得不好 就是你給一點意見 讓下一個讀者 可以得到前一個讀者的智慧 當然也不能把它撕爛還給我們 那個 我們會報警 哈哈 我們會報警 餘館怎樣 自己把它抓起來 好 那 可是因為我們怎麼經營 我們其實書店 最主要的經營是講座 我們大概是全台灣 獨立書店圈裡面 講座最頻繁的一個單位 對 今年比較少一點 因為我自己 那個 跑去別的地方上班 要養活自己 那 去年我們辦了三百多場 講座 今年比較少 不過這樣 累積一個月二十幾場 應該也還是 可以到 兩三百場 所以大家會有繳費 那個繳費 一般是要給獎者 一般是養我們 就養我們 就很白喊 就是我們 我們在那個點數上 有寫一篇那個 不要以為我們吃主 就給你過火 哈哈哈哈 我們也是吃五股雜糧 好 那我們三樓 我今天沒上課 我們平常三樓 就上一篇課程 好 現在兩位黑官 兩位黑公的眼睛 到達現場 好 那 欸 你多一個 好沒關係 沒關係 好 那 麥克風麥克風就交給 我們這邊是有麥克風超多的 我們新 感謝文化部 補助我們一些配搭 我們現在有很多 很多支麥克風 有兩支 那我這邊有一支 三支 所以待會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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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邊有可愛的小孩 欸 小寶哥 小寶哥 好 那我們借大家掌聲 歡迎這兩位 新公務員 好 那那個讓余凱再喘一下 那就 文衛你先 先 就自我介紹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林文衛 我一直以為說我是 那個 中華民國最黑的公務員 我每次講到這個的時候 就會有人提醒我 就說 你不是最後 你最後 很低 第一還有林余凱 然後 那一天他就 我一看到他的Facebook 啊 完了 他離開公務體系了 所以現在 最黑的就變成是我 所以林余凱 現在要維持 最黑的公務人員 那就只有一個途徑 就是我要先改名字 然後從林武衛 改成林余凱 然後 那天我 我敲老師的時候 我一開始 我只是想說 欸 可以 因為上次老師跟我講說 欸 要介紹我們兩個認識 可是一直 一直都 都沒有機會 然後那天我敲他 然後他就說 啊你們要認識 OK 然後就把我們拉在一起 接下來他就開了一個 活動 是嗎 是因為你們兩個一直敲不定時間 對 我們一直敲不定時間 然後我就幫你們敲一個 對 然後就變成一個活動 然後就變成今天在這裡 對 他們要去 對 其實我記得我上次來 那個燦燦時光這邊的時候 也是在下大雨 對 就是一個禮拜天的下午 然後那天就開堂之後 我就 我就望著下面 然後 我就在猶豫說 我跟他開始講 因為下面沒有人嘛 然後我想說 因為身為一個專業的講者 就是沒有人的情況 他還是要講 應該會看 有 應該有 應該有 對啊 然後 我就剛才看到今天又下大雨 然後我想說 欸有點開心 會不會今天我們就可以直接 進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 我們兩個可以直接自己講 來聊天這樣 對啊 不過我覺得 我還蠻開心 因為 呃 就是 傳說中的那個 獄 獄 獄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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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獄獄大哥 就是今天手 手亮相 手見面這樣 然後 因為我 這本書其實 如果說 公務界暗黑界的話 應該 他還是前輩 對 對 然後然後 手上拿著書這樣 其實我們現在有成立一個聯盟 就是 公務革新的聯盟 這樣子 那我們聯盟裡面其實 有好幾位 就說 欸你今天要去跟 林文會 聊天會 之後下次幫忙 介紹一下 所以 所以真的就是 還是暗黑界的前輩 要多 多給予尊重 還是你講多幾個年 其實我覺得 這個很妙鬼 就是 你們看喔 我很希望我從那個 暗黑界出來 所以我今天就穿了 紅色的衣服 可是被你們一講的話 我覺得好像 我等一下要先 跟張正老師 先換個衣服穿 我今天特別穿黑的 我想說 然後 那天不是 活動上面寫說 今天不開燈嗎 開得超亮的 可能要關水是可以關的 這個嗎 還是不要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還蠻 蠻妙的一點 是在於說 我們怎麼定義這個黑啊 對 然後 應該是說 我做了一些事 他做了一些事吧 但是 真正做很多事 其實不是我們 而是在於說 欸我們做的事情 實際上是 反映出 目前在 在整個 整個所謂的 中華民國的公務體系裡面 大家對 公務人員的一些 課本印象 或者是說 公務人員就是要 所謂的 所謂的 定定 然後 定定 拼命行事 然後 不問對錯 這一些 這一種刻板印象 其實在 我們 欸 的 欸 應該是說 我們好像 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 開始去 慢慢的去 讓大家去看到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我還蠻好奇說 第一個想要問 林文威大哥的問題 是說 請問一下 現在累積幾次生戒 累積好像 我已經籃門去算了 我之前幾乎 可是生戒不會累積 變成小國國大國 沒有 他就只是在 一年裡面會結算 喔 對 然後 上次是因為 我那兩支那個 生戒 就是那個 我那個 燦毀事件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 Facebook 對去講一下 我講一下 OK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說 這個事情 到底是真實假 然後 我只能說 我所寫的任何東西 其實就是我 工作上真實自己的事情 然後 那個事件是在於說 欸 我們 我服務的單位裡面 有一個 受刑人 他是 侵入智能障礙 然後 他因為違規的行為 送到違規房來 然後 然後 後來他的同房 就投訴說 欸 他有被刑期 那調查的結果 實際上是 不是刑禁 而是合理信教 然後這個事情 其實是 弄得很大 是在於說 他在那個 他在那個 過程裡面 就是 有 我們自己的同事 直接就跟我講說 欸 那個什麼 他用 因為他 他那個在那邊鬧 所以他用電子 去騙他啦 但是我看到的一點 是在於說 欸 他因為這個調查的過程 甚至後面 我們 我們只是因為說 他好像會用 信去換取 日常用品 這些事情 然後就把它 獨居監禁起來 我看到的是 就是 實際上是一個 獨居 獨居監禁的濫用 跟便宜行事 因為他就把一個人 就關到崩潰了 對 然後後來 我看了這個事情之一 我還蠻餘性不忍 所以我就把它 寫成一篇文章 對 我只是希望說 獨居監禁的問題 可以受到重視 然後沒想到就是說 後面引起軒然大波 但是大家的重點 原因在於說 欸 那個 用電極棒 這個事情 是獨居監禁 是獨居監禁 本身 是不是也有獨居監禁 本身 也有獨居監禁 對 那後來就開始 進入調查 調查的時候就說 那 你要提出相對的證據 證明說 這個 這個 那個什麼 電極的事情 有真實發生過 然後我 我心裡想說 人家就跟我講說 這個事情 就是發生的時候 看人家就要躲 那個攝影機 才會去做這種事情 那你一個全共機構裡面 你竟然是要我一個小資源機 提出相對 就是說怎麼去證明 這是真實發生 對 然後後來 我在 我在思考 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後來那個 這個兩支針接就出來了 然後 調查程序其實也很 很 很 那個 很草率 包括他 問了 很多的同事就說 有沒有真實發生 你有沒有聽說 可是永遠都是問卷士 而不是真實去問說 某某某 來我們來做筆錄 然後 一個一個問 而不是 他發下去 沒有啊 所以 所以在這個狀況裡面 其實我是 我那時候就很挫折 然後 然後過程裡面 其實我就覺得 但是 我很缺心的一點是 這個是言論自由 對 然後 所以 在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 就是 後來當然就是 那個民間司改位 他們有 轉介律師給我 然後 幫我在那個 什麼 法訓會那邊 提出 再生訴 對 所以 在那個 我覺得裡面還有一個插曲 是還蠻好玩的 就是說 後來 我申訴 申訴那個 什麼 那個再申訴 然後 過了之後呢 然後 他們要發還我的 那個年終獎金 然後就會把我的那個 過往 所有的那個 懲處 跟那個 什麼 序獎 全部都list出來 然後我的律師還跟我講說 欸 你幾年到幾年那段時間 好乖喔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很 很差異就是說 其實 在監索工作 其實沒有所謂的 乖與乖 他才會 那個時候 因為不乖而受到懲處 而是在於說 其實 真的跟其他的公務 機關比起來 其實 監索的工作 其實很容易的 被懲處 對 因為你也許就是 別的地方 查到一些 微禁物品 但是有人續講 就一定要有人被懲處嘛 不然 微禁物品怎麼流出來 或者流進來 所以這個其實是 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問號在裡面 就是說 東西真的是 從這邊過去的嗎 坦白說 我們永遠都知道 一看有沒有最接近 被 深界 懲處的 經驗 我覺得 呃 說真的 我覺得文威大概是 逼我有尬之多 因為 我在寫公門 蔡養飛的時候 有把握 大原則 就是說 就是說一件事情 如果他是有人 適時地霧的話 我一定會保留其中 兩個元素 就是要嘛人不要寫出來 然後 要嘛地點不要寫出來 總之不會讓 這個事情一看 就知道他在哪裡發生 可是 可是 那個 玉竹畫會死裡面 他就直接都點名 是伊蘭 對啊 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點名是哪一個地方 可是裡面有寫伊蘭 應該是說 我在寫景的時候 我會寫 說 這個地方 比如說 台東 我在太原也服務過 他永遠都不會有那個 冬天動到不行的狀況吧 類似像這樣 他只會下 那個什麼 中午的時候一定熱到爆 對 然後當然 冬天會刮風 那是一定的 但是 我當然不會去寫說 太平山的 那個 那個 太平山的風吹下來 還都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 我每次 我之前 我每次在講的時候 那個 因為長官都會有交代 就是說 你不要影響 機關形象 所以 所以我都會 我都會講說 我是在服務在哪一個監獄裡面 自己去拆之類的 對 但是 我覺得大家都會 就直接講說 那個事情就發生 那我問你啊 那 我那裡面寫說 我去追獸星人 然後 撞到兩個膝蓋都腫起來 其實我也沒有寫字在哪裡 對 我記得是這樣 但是 有一點就是說 當然 當然 我寫作的那個 什麼 角度是以畢業人稱 那就很難避言 所謂的事情在哪裡發生 對 或者是 從誰的口中 說出來 這一點 所以你其他的人名 都是有 變過的 當然 阿智什麼 當然 當然 都不是真的 當然 我們同事就會跟我講說 你出書了你要注意 他明明就是寫它 然後他會跟我講說 千萬不要讓我出現在你的書裡面 就會有這樣子 對 不過 你被寄生戒什麼 跟出書沒有關係嗎 嗯 你不是因為出書 所以被寄生戒 其實我在 那個時候出書的時候 曾經有 別的監獄的同事 曾經打電話給人 然後他就說 喔 你之前又判斬我知道 然後現在又出書 難道長官都不會唸嗎 然後我就說 壓力一定是會有的啊 嗯 然後 其實 在 上班的時候 其實三不五時就會一直被提醒 你不要寫太多啊 什麼 有的沒有的 對 然後包括之後來 好像是那個 好像是那個 什麼 在 在 在我開始寫的那個網誌 的時候 開始有一些 連結 就直接 好像就是拉到 比如說公庫啊 或者是說 奇魔啊 這些 然後長官就會 開始講說 你不要寫太多啊 怎樣 諸子類的 對 那就很明顯 不要寫太多就好 但是沒有禁止你 下風 壁頂這樣子 那個時候其實 其實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 長官他們也是希望就是說 那個 我所寫出來的東西 就呈現所謂的 正面良好的形象 對 然後 曾經 曾經在那個 什麼法務部他那個時候 有所謂的 預證百年的 這個專刊的時候 那個時候 長官也 那個時候來問我說 可不可以用我 網誌上面的圖文 然後我就說 好啊 可以啊 可是後來 那個東西 一拉出來的時候 開始在寫的時候 欸我突然覺得說 我心裡就有一個 很大的困惑 就是說欸 我當初畫的這張圖 我 我所看到的事情 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 當然 那個什麼 單位上面 找的那些同事 來配我的 那個我圖的 那些文章 其實 好像跟我 當初看到的東西 是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會 有一個問號在裡面 然後 後來長官也是跟我講說 欸那我們如果要搭配的話 那我們 要搭配的話 應該是我可以來去修改你 文章 所寫的東西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開始有一個 感覺怪怪的 然後後來就有 朋友跟我講說 你當初為什麼要畫 你當初為什麼要寫 所以 我就說 因為 我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我心裡有一些震撼 然後他就說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的東西應該是圖文不可分割 那個時候我才開始 喔 開始去正視說 我為什麼要去創作 這些東西 那個時候 開始在 在那個 什麼 那裡就會有一個 欸我開始慢慢 具體有一個 對我的創作有一個 慢慢開始有一個概念在 那其實我一開始 畫跟寫 其實我 我並沒有這樣的確信 我現在這個 現場非常對 有活力 呵呵呵 你們兩個要對談嗎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好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 這樣 我們現場有兩個焦點 呵呵呵 欸那個 那也請 余凱 不過余凱 其實 因為 因為我從這本書裡面 我是 感覺到就是 雖然說他是 切了很多個小故事嘛 然後 可是每一個小故事 其實對我們一般 公務單位裡面的人來講 都很難去 去揣摩啊 就是說去揣摩那個情境 然後 因為一般公務員就會 最 到了 就最基本要求 就會 希望說是 依法行政這樣 可是 我覺得啦 在監獄這個地方裡面 你說要完全依法行政 應該是蠻好的 然後 因為你有很多 就是 比方說 你自己跟 犯人之間 然後那一種 人性 那個 那個區塊 比如說你到底要不要 就是給他 就是 依照照張辦事 去處理到 那種程度 因為這本書裡面 也有提到 就是說 有時候 你是會 很快的說 你就會 把人送到隔離室裡面 為什麼你會想要就是 這樣去處理 其實我們在監獄裡面工作 其實我們都會看到一點 是在於說 監獄本身其實它應該是一個 執法機關 那其實它雖然是一個 執法機關 其實它本身 內部的文化 跟處理事情的方式 其實非常人質 它的所謂的行政材料 其實是 這個range是很大的 我今天看到就是說 嗯 一個 牢房裡面 比如說有兩個壽星人 他們在大聲的講話 那如果我過去喊他們 他們還不停止的話 那也許就 接下來的發展 模式就會 往往前 就是 變成說 欸 不同的人值班 就會有不同的判斷 也許我今天 喊了第一聲 然後他不會停 第二聲 他才會停 然後我會問說 那你們到底在幹嘛 可是 後面的人 就會 也許其他同事 會覺得說 他們兩個就是在爭執 好 爭執就是說 口獎爭執 那就可能會是違規 那違規的時候 它有 不同的處理方式 比如說 我只是扣他分 我寫三年代 然後扣他分數 另外一種就是說 反正你們違規 但是 我不想在我的班處理 那全部就拉出來 丟到違規房去 那所謂的 那個什麼 隔離調查 隔離調查 隔離調查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做法 我來調查 還是他們單位的 那個 日班的同事去調查 或者是他們科員來調查 這種樣態就很多 然後每一個人認定的方式 都不太一樣 然後甚至我們還有 還有遇到就是 比如說 兩個人真的是打起來 可是沒有承傷 有沒有承傷 那是另外一回事 有承傷又是另外一回事 再來就是每一個機關 他的處理的方式 跟管理的文化又不太一樣 我那時候我在太原的時候 我很震撼 他還是在於說 他們那邊只要是違規的行為 不管你有沒有暴力 全部拉出來先遞腳樓 然後做完筆錄 丟正經事 丟違規房 他們的處理方式是這樣 然後回來的時候 一開始我很難適應 在那個後來我回來的時候 他們就 然後全部 爭執來怎麼樣 然後先帶到 那個 那個什麼 隔離社去 然後在談話室裡面 就是 先問 問清楚 你也許會覺得這樣很好 可是 你就可以看到 在那個做筆錄的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 有很多的 比如說 讓我很難適應是 比如說人情請託 或者是每一個 兩個科研的角力 也會在那裡面呈現 你說 兩個新證的管理員 對對對 在裡面就是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完全不一樣 的那個呈現方式 一個 一個是完完全全 原明是他的班 但是他不想管 然後另外一個來的時候 就說 你們這要怎麼樣處理啊 可是 他處理的 他所講的內容 其實不是事實發生的 狀況 那 我 我筆錄 或者是我的那個 違規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單子裡面 我的那個獎程表 我到底要怎麼寫 不是你的班 你說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我要 要不要聽你的 對就是會有類似這樣的狀況發生 或者是說 明明一個違規 那個什麼 受刑人拿了一杯水 然後去把那個攝影機 整個潑了壞了 整個沒有影像 然後我打電話 跟那個什麼 跟中央台 講說 你們調監視器 看幾點幾分之前 有沒有畫面 然後中間發生什麼事 一調出來 他們就看到那個鏡頭 就這樣 然後就 好啦 那就是違規 違規的那個事實 破壞公物的 的那個什麼 事實 就非常明確 好啦 違規表也寫了 受刑人 後來也 也承認 也蓋章 也那個什麼 簽名案太子文 回去之後 隔了幾天之後 欸 整個事情逆轉 為什麼 說那個攝影機的鏡頭 放了幾天之後 恢復功能 所以破壞公物的事實不存在 而且長官都已經擰了一張 講成表 裡面科研的也蓋了 就只差我的沒有蓋 然後受刑人也簽了名 他就是不想 那個什麼 不想處分他 那時候還跟我講說 欸這個理由 欸 攝影機 鏡頭恢復功能 違規事實不存在 那個時候我坎白講 我聽到很火大 那我今天拿了一把菜刀 我砍了你 你已經砍 這裡就砍下去 你大概住院住了半年 然後隔了兩年之後 你這個倉口全部癒合 是不是我砍人的事實不存在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在 發生在這些狗屁島上的事情發生之後 就開始會去思維 一個執法的機關 為什麼是如此的原始 那個時候其實對我來說衝擊很大 對然後我 那個什麼 所以到最後其實是 坦白講 這些事情發生 不是只有發生在我身上 很多的同事他遇到事情 後來為什麼 整個原本是一個士氣很強 一個團結很強的團隊 到最後會變成像一盤散殺 大家都不願意管事情 答案很簡單 因為遇到事情沒有相提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最近也常遇到就是說 那個同事被壽星人攻擊 然後明明這些事情 一開始應該是長官要站出來 然後提說 那個這個是傷害 所以同事真的要去提告的時候 反而是長官跑出來講說 你不要告他啦 不要橫生自己 然後其實對整個團體的挫折其實就很大 然後或者是說其實有些事情 在我看可以避免的啦 可以避免 比如說 這個壽星人在一個禮拜之前 他求助 他說他要去看醫生 然後但是那個時候 並沒有所謂的醫療人員在場 那你要怎麼判斷說 他到底是不是應該要去看醫生 去急診 可是事情拖了一個禮拜之後 這個人掛了 那這題照片算誰的 然後在我看 其實對受刑人也不公平啦 他就一條命就沒了 他只是進來執勤 執行啦 可是那個什麼 我們的法律並沒有判他死刑啦 對 所以永遠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跟掙扎 跟一個疑惑在那邊 對 我覺得大家也聽過大概這樣講 就是我們公務界啊 公務界有一句話嘛 就是身在公門好修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上班好同事 下班不認識 那一般的公務部門都是 以我自己接觸比較多 就是會自己負責自己的業務 那你有時候真的是可以 跟同事不用互動才多 所以就會變成 我們上班的時候有一起共識 就當同事這樣 如果下班的時候我們就互相不認識 可是我覺得在護所 就在那個監所裡面 好像比較不太可能會這樣 因為 如果說跟同事沒有一個很良好的互動 這也是我想要問的啦 就是說你這樣子寫的時候 對你們 你可能跟長官之間一定是 有某種程度的互相互看不順眼嘛 那可是跟同事之間呢 會因為你寫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覺得 哇你就寫出他們的心裡面的話 然後覺得跟你好像更連結更緊密 或者是說會有一些人就覺得 其實我一開始在辦展跟出書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氛圍就是 大家都覺得說 我把監獄裡面實際的狀況講出來 包括基層的這一些 那個什麼無奈的地方 然後可是現在的氛圍又不太一樣 就是現在就是變成是 因為我現在的狀況就是 經過那個我講的那個 懺悔那個事情之後 雖然在那個層組上面被平反了 但是我現在就是被孤立在鋼燒上面 對 孤立在鋼燒上面的時候 然後現在開始有一些嫌疑 就是有一些同事會覺得 我過得超爽的啊 其實底下的人是忙翻的 他們每天都要去面對 比如說新收到幹嘛 業務量其實很重 然後人力不足 你要重新講一下你現在的新的 目前的 我現在就是 那個我去年9月份 因為受傷回去受傷 那個時候回去上班之後 然後就被隔離在鋼燒上 長官就派我 一開始是叫我去巡邏 可是那個時候我還吐管杖 對 然後現在是在鋼燒上 然後我是覺得說 要拿槍嗎 沒有 我們沒有槍 那如果有人真的要襲擊 襲擊的話應該是不會打到我 我正在三層樓以上 對 然後所以他打也不會打到我 但是這也是一點 然後但是說 我現在是跟替代役在輪班 然後我就說一個月零五萬多塊 然後我其實做一個替代役幾千塊的事情 這個其實在一般民眾看到 其實我相信觀感不會太好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就是說 其實那個因為我長期長時間在所謂的夜寢革日誌 的這個管理員的職務 其實我看到一點就是說 我們夜寢革日誌的那個工時跟所謂的薪資 其實計算上面都是有問題的 然後我現在去開斯改國事會議 就發生一件事就是我把這個工時的問題拉出來 當然我也希望就是說可以有一個可長可久的一個勤務制度 然後有別的同事 因為那個什麼 就在我去參加斯改國事會議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丟一些方案給我跟我討論 但是很奇怪一點是 我自己服務的單位其實沒有人願意跟我討論這些 反而就是別的單位的同事跟我討論 但也有一些年紀很大的學長 他希望就是 他長時間在夜寢的工作 然後他也希望就是說 他的那個身體負擔不要那麼大 所以他就跟我提說能不能配三八字 既然你想那我也來推 好沒有關係 意見書我也寫 然後後來呢 整個開完會之後的氛圍就變成 大家都罵翻了 外地的同事他們覺得這樣機休很困難 機架很困難 所以他們就罵翻了 但是我的重點是在於說 我們的薪資跟那個實際的那個什麼工時問題 我們受到中事反而大家都沒有去看這個 然後再來就很詭異的一點就是說 後來就開始傳聞說 宜蘭監獄要變成是 那個矯正署示範三八字的一個 一個那個什麼那個示範機關 然後我們現在在場其實有 斯改國式會議的幕僚先生 然後後來我就透過他 然後跟斯改國式會議的幕僚系統 去問說那矯正署本身要推三八字 他們有沒有規劃 給我的回答其實是沒有 然後後來我還坦白說我那個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然後後來甚至那個什麼 長官他們還講說 那你既然提三八字 那應該就是我那個什麼 要弄一個那個所謂的那個什麼 長年教育 讓你來跟我們兩股的同事去解釋三八字如何弱 然後其實就有人跟我提醒就是說 這分明就是批鬥大會 你千萬不要去採這個麻蜂窩 那可是我就覺得說 其實如果真的要談 如果可以創設一個 那個什麼情務制度可長可久 我覺得那也很棒 可是那應該不是內部來討論嘛 應該是外部拉一些學者或者是說 比如說警察啊 或者是其他要輪班制的公務機關 我們一起來設計就是說 什麼樣的情務是OK的 什麼樣的情務是會讓我們過牢的 因為我們其實每一個禮拜 那個上班的時數都超過四十個小時 其實這個本身就有問題啦 可是我們二十一天還要補一個八個鐘頭的班 就是過勞再加上過勞 好那是一點 然後再後來那一天我們去那個什麼 少年矯正機那個什麼機構去參訪的時候 剛好我們車上也有一個法務部的一個長官 我就直接問他 我們到底有沒有要推三八支 他說沒有啊 當然是沒有啊 然後我就非常確定就是說 確實沒有 可是這個消息怎麼出來 結果同事就跟我講說 長官自己在我們下班集合的時候 自己都講說我們是示範監獄 那我就覺得說 那就很怪就是說 為什麼也變到最後會變成是這樣子 當然也許長官會覺得說 林文蔚本身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所以用這個方式讓大家去排擠他 這是一回事 但相對就是說 團隊裡面其實就造成一個氛圍 就是大家士氣就變得越來越低落 可是講白一點 這不是我造成的 但是被排擠 坦白講 其實我從頭到尾我也沒有跟同事去澄清 這中間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可是我就覺得那就算啦 就是這樣 我們讓那個余凱講講 你跟同事的關係 跟更新一下你的現況 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剛才會問 林文蔚大哥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公務界裡面是有兩個區塊 一個區塊就是 他踩在一個 我覺得這個也是社會所以 社會也是這樣 有一批人他已經掌握到一定的資源 或是說他的權力已經在他手上了 那他當然就不願意改變 因為 你下面的人有沒有改變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還是想有他既定的資源跟權利啊 那他就認為說 那你們下面的人就不要搞這些有的沒的 就是跟過去一樣 大家以前都這樣過來 你現在就怎麼做嗎 不用去做這些改變 那所以說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當然就會讓說 想要去改變的人 他很難發生 因為他只要一發生 就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那 我因為在籌組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的時候 我就收集到很多同病相連的案例 就是這些同病相連的案例 有的是在學校裡面 有的是在醫院裡面 然後有的是在衛生所 然後他們通常會來參加公格力的都是公務界裡面一些比較奇怪的人 奇怪的公務員 那 那他們就是想要去看到一些事情 看到這個工作環境不好 然後他想要去提出一些方法來改變 那可是如果他一提出來之後 欸 就像我們會大家講的 如果你沒有一個外部力量進來 去協助這個體制做改變的話 你要在體制內發動一個改變 那就是代表說你得熬到一個 你能夠去做決定的那個位置 可是如果當你要從這個基層慢慢熬 熬到可以做決策的那個位置 第一個你一定是相當的要有一些人際上面的手段 第二個你可能就是要自我壓抑 壓抑到說沒關係 現在這個事情我先忍著 我等到我走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再來做一些我當初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這個問題就會變成是對人性的一種壓抑 我覺得是很怪的 就是你明明你當下就覺得那個事情有問題 可是你卻選擇要先把它引刃下來 然後等到你走到某一個位置 等到某一天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去改變這個事情 但是當這個過程拉得很長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公務圈裡面 公務圈裡面有一句話叫做九等九九等 那九等九九等的就是九等就是科長嘛 那一來就是如果你要從基層 從六指等的高考的科學院進去 走到九指等的科長 平均要花12年的時間 那這12年的時間真的給你幹到那個科長的時候 你搞不好你已經忘記你12年前在想什麼事情了 所以這變成一個你要在內部發動改變這個事情會有點困難 那所以說才需要一些外部的力量進來 那所以有一些我們公格力的夥伴 他就會選擇用投書的方式 那我們有一個夥伴他是在公家的屬立醫院 然後他就是他做了兩次的投書 第一次投書就是針對那時候的衛生署 推了一個長期照顧的政策 他覺得這個長期照真的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就寫了一篇文章去解釋這個事情 為什麼這個長期照真的在基層上面事情會有困難 結果寫完之後馬上隔幾天 當地的衛生局局長就去跟他們院長講說 啊你這個人是什麼人 然後他就是第一次被約談 那第一次被約談之後 當然他也是會說我稍微就是低調一點 但是眾人通常低調不會太久 就是第二次他又看到衛生署又推了第二個政策 好像是安寧病房的政策 他又覺得這個政策有問題 他又再寫了一篇投書 哇這次他就是完全黑到底了 衛生局長就又跟他們院長講說 這個人馬上處理一下 所以他到最後就變成醫院裡面的那個隔離的那個角色 就是也是被送到隔離室就對了 所以他們醫院也有鋼上嗎 沒有鋼上 他就是在一個大的環境裡面 但是是一個無形的隔離室在他身上 就是同事看到他會特別去 就是盡量不要跟他把他看起來有太好的互動 然後比如說他要去 大家喜歡團購嘛 我是喜歡叫那個搖搖杯 就會自動跳過這個人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就會變成說 你是一個要在公務體系裡面講真話 然後的這種人 結果你遭受到對待會是說你會被隔離這樣 那這樣就是沒有人會願意做這件事嘛 那回過頭 我那時候在默默寫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我是完全沒有讓同事知道我要準備做這件事 那其實我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已經做了一個最壞的打算 就是萬一我這本書出來之後 我真的被這樣對待 我就是大不了我就不要做 所以你現在是最壞的一個狀況發生了嗎 所以你才離開嗎 其實我必須要解釋一下 就是我運氣了 這個其實我跟我老婆私底下討論大概200次 其實我運氣還蠻好的 就是我出完這本書之後我就調單位了 就是因為我這本書裡面其實寫了很多高雄市政府的事情 那我這本書出來之後 8月初嘛 我10月就離開高雄市政府了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是有做一些安排的 什麼什麼安排 就是剛好這個時間點接得很巧的這樣 因為我在寫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4月份的時候就已經完成了這本書 我已經確定這本書 可能在7、8月的時候它會出版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就覺得說 既然這個書出來之後 我可能會得退我整個一上面一串的長官 那就代表說我如果再留在那個地方的話 我一定不會太好過 而且我一定會被架空 就是我們沒有鋼燒可以站 但是我們有清潔隊 沒有礙盒啊 對 因為我是在環保單位 所以它搞不好就把你丟去 不然你就去那個阿聯啊 鋼山啊 你就去那邊的清潔隊幫忙收垃圾這樣 但我不是說收垃圾這件事情不好 而是說每個人他有不一樣的屬性 如果我去當一個收清潔垃圾的那個隊員的時候 那其實我就不用來做這件事情了 對啊 因為我反而就想要改變這個體制的東西 可是你把我架空我就沒辦法做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就已經有在尋現 就是我其實有在幫我自己鋪後路 就是我就開始去找那個 我覺得這個長官之後應該可以合得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去找曹啟宏 就是那時候他在農委會當 準備要接主委了嘛 然後因為曹啟宏他在屏東的時候 做了很多生態保育那一類的 或是友善耕作啊 然後那個友善的捕魚方法 這些都跟我裡面是蠻接近的 所以我就毛睡之間 我就說我跟你裡面蠻合的 好可不可以就讓我去做 你那時候的職等和職位是什麼 其實我都一直在最低的那個 六七的這個階層啊 然後我也不在意這個職位 我只想說如果你有這個理念 然後我可不可以幫你做一些 你覺得什麼我可以做的 所以我在十月份的時候 我就調到農委會去了 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其實 我覺得真的公部門裡面 因為我好歹就是 跟主委有牽到這條線 所以我在這個 進去的部門裡面 大家是 他們都有一些人事實上傳說 有一個怪人要來我們單位 但是他說沒關係就是你怪就怪 但是他也不會特別去刁難你 然後因為好歹他面 不看真面看佛面嘛 但是他說這個是主委把安排在這裡的 所以我其實就是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後來 但是我也發現說其實基層啊 他蠻希望有人把他們這些基層的狀況 說出來 因為現在公務員真的是 一來他之後退休的福利不會那麼好 二來就是 因為某些公務員的表現 讓整個公務圈黑得更徹底 比如說李先生 啊對就是 就是李插西 李插來西 就是他的表現 這樣整個公務圈真的黑到底了 然後現在外面有些人看到公務員就說 啊你公務員喔 還不錯喔 就是在計程車上面 司機都會講說 喔你的腿有金 喔阿娘七八萬 這樣喔 就這種被污名化的情況很嚴重 但是甚至他們還會停留到以前的印象說 你們上班就是還可以跑去買中午 跑去買菜 然後還看到你們上班有人在打毛線衣啊 泡茶啊 他們都認為我們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其實 現在的公務員跟以前的公務員已經差別很大 因為我們 呃就是 阿扁那時候他就提倡說 基層的服務的態度要改善 所以基層那一塊已經改了 然後最近的一兩年又開始提倡什麼 公民參與 喔 然後我們要審議式的民主 所以我們在很多決策之前 是要跟民眾溝通再溝通的 那其實這些事情都 都會讓公務員沒有那麼 沒有辦法像以前那麼輕鬆 就是第一個你要拿出你的服務態度 第二個你所有的業務過程當中 你都要跟民眾做充分的溝通 然後第三個就是 你過去的那些舊的業務 其實是沒有被盤點丟棄的 它是繼續堆疊在你的身上 所有的那些 每個月 每個季 每半年 每年的 月報表 季報表 半年報表 年報表 全部都沒有被廢除 它還是一直堆疊在你的身上 然後你同時還要去做到這個基層的服務 然後你還要再做政策溝通的動作 所以對公務員來講 它其實是已經有一種 呃 我覺得這個事情有點低啦 然後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能不能就 把這件事情讓外界看到 其實公務員它有它的困境在 然後後來我就會在 部門裡面 但有些人還是覺得我是怪的 那沒關係 但有些人他們就會 私底下就會跟我講說 他覺得我做一件不錯的事情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其實是 某種程度幫我跟同事的關係 有做一個bounding 就是有做一個連結 更緊密的連結 所以我就是還蠻慶幸 我剛好在這個時間點出了這本書 如果我是在比如說五年前寫的這本書 可能我的處境會跟現在差很多 主要是現在這個時候 對就是 就是剛好在2012的時候出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時候的範圍跟現在 其實我要澄清一點 其實我所寫的所畫的 其實從頭到尾我都沒有要公開 就是我老婆害人 我老婆在哪裡 跑了 就是其實真的講起來 其實我一開始的設定 那個東西都是我的日記 有一些同事知道我在畫 我在寫 那他們從頭到尾都會 一開始其實 大家看到都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他們會跟我討論 原來這件事你是這樣想的 可是他們的想法也許不一樣 然後就會 反而就是討論很熱烈 我覺得那個現象是很好 可是後來就慢慢就是說 開始露出越來越多 然後 為什麼不是啤酒 露出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就發覺就是說 真的跟我參與討論的同事 越來越少 因為後來長官盯的就越來越多 甚至有一些同事 他們一開始是會在我們家聊天吃飯 然後或者是在我的Facebook上面按讚 然後到最後就是 第二天 就馬上有同伴公司的同事就跟他講 欸 你昨天去文偉家喔 千萬不要這樣子 會造成大家困擾 所以現在 我服務的單位 其實沒有任何人 會在我的粉絲頁上面按讚 所以我覺得他們也避免要困擾 為了要避免困擾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也知道說 以前也有同事就是 每年 每天 只要我會有畫新的東西 第二天就會要 拿去城報給長官看 這個也是 同事私底下跟我講的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說 那造成一個氛圍就是 所謂的寒殘效益嘛 然後但是 你說真的裡面有一些狀況 真的是 欸 不能改變嗎 我 我其實我常常會有一個很大的疑惑在那裡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說那個 推五指化辦公室 當然 我們 我們監獄裡面 要推五指化辦公室 不太可能 因為每一個社訪 每一個單位 他都會有日誌簿 然後日誌簿拿出來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 欸 那個什麼 今天有多少人在這裡 有什麼狀況都要騰入啊 可是我就覺得 有一個氛圍是更 那個有一個狀況很奇怪 我其實在某一些單位 我的日誌簿 東西是寫不完的 但是我每天早上六點 我要交東西的時候 我要去 去跑到 跑去收巡邏錶 去把長官巡邏的 那個有來巡視的時間 重新騰一遍 吃白一點 吃八十年 對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單位 他東西繳上去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總和的日誌簿 然後這是同事跟我講 他們必須要留下來 加班到接近十點 他們要把所有的日誌簿裡面 長官巡視的這個 全部都騰到那一本 總和的日誌簿 為什麼 只是為了評鑑上的方便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 效能上是很差的 為什麼要這樣 可是對長官來說 他永遠不會覺得說 那有什麼問題 講白一點 又不是他在騰 對 這就會有一個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說 像監獄裡面 其實大家目前還 比較不曉得是說 我們的那個書信檢查 都是在做實質內容的檢查 對 然後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在我看 我為什麼看 就是台灣其實還沒有走到幾年 就在監獄裡面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你追根究底 那個東西就是 白色恐怖時期 對那個什麼良心犯的 那個什麼思想檢查 我們其實現在真的講起來 像香港澳門那些監獄 我們跟他交流過 其實我們都聽到一點 就是他們只會去檢查 你書信進來的時候有沒有夾帶 進出有沒有夾帶 如此而已 裡面彈的東西 永遠都是不會去檢查 那我們當然會講說 我們檢查是為了要 了解受刑人 他現在的家庭的狀況 可是講白一點 一個單位裡面 每天收的書信 大概有幾十分上百分 一個單位裡面的業務又那麼多 我真的 受刑人他會用書信表 會去騰入就是說 他每天寫的東西都大綱 這是一點 可是你就想想看 有一些犯罪者 他本身他為什麼會犯罪 他本身的那個教育程度就不高 他表的能力有問題 那他要找誰寫 當然是旁邊的其他的受刑人 甚至那個東西交過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同樣都是受刑人的文書 他去看幫我們蓋章 好啦我是盡責一點 他東西全部來我蓋我蓋我蓋 我有真的在看嗎 當然有一些同事有 我必須這麼講 可是大部分其實都沒有 那你這個東西全部都攤開來 然後無論是寄進來 或是寄出去 你永遠在攤開 講白一點啦 個資永遠都沒有做好 前一陣子才那個基隆 那個什麼哪一個單位 就有類似的問題 好 那這個問題 問題出來的時候要找誰單 那還是一樣呢 是我們在扛 然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無聊 也無趣 這個東西其實你就是讓他自己去騰封嘛 然後那個迷封之後 然後你只要點數量 然後書信表頂多就是你今天寄給誰 何對五五你東西就出去了 你為什麼要去做那個內容的實質檢查 只是為了你怕那個 100個裡面會有一個家裡死的人 然後他有自殺傾向 就這樣而已 然後 那你其他的東西各自外流啦 怎麼樣的問題 你都不控管嗎 這是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最近 被拿出來討論的問題 所謂的 姦對姦的 能不能記信 你在高雄監獄 我在宜蘭監獄 我們都是受刑人 我可不可以記信給你 然後都會講說 要有教化的實質內容 講白一點 你是我哥哥 我寄給你 我直接寫一句幹你娘 然後這是一個合理的問號 可是他可能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是不行的 就會從間 那這個有什麼教化的那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好啦寫來寫去 講白一點這不就是通信上的自由嗎 這跟寫給其他人還不都一樣 那你不是我哥哥 你也許是我認識的人裡面 唯一我覺得你值得信任的 那我寫給你 可是你們沒有親屬關係 你們只有朋友 那要不要讓你記 那就是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說 好啦可是為了控管 其實講白一點 我們為什麼都要做這類的限制 在我看只是怕 我們的所謂的檢查系統 沒有辦法負荷 我們自己本身的業務沒有辦法負荷 如此而已 那這有沒有什麼實質的那個 然後甚至還是 你多記了幾封 那你要自己用打報告的方式 其實講白一點 很多的監獄其實他們都會 那個網開一面 讓你去真的去記 然後你就付報告 其實講白一點 那付報告 你後面還要蓋很多的章 那你何必要這樣搞 你就讓他記嘛 對不對 然後甚至 有一些為了控管 不讓你記 那是意味著 還有字數限制 也是意味著 再來就是說 還要提出就是什麼 那你要記三次以上 你要檢附對方的那個 那個什麼 信件內容 然後附在裡面當附件 讓我來審核你們的內容是什麼 我覺得為什麼要那麼麻煩呢 然後搞到最後 我覺得你這個有問題喔 然後就用遺件的名義 又把你移走 其實你就 看到最後就只有一個東西 那個叫管理手段 可是管理手段的合理性在哪裡 這個是我一直在 有一個 一直存疑的地方 其實你到最後 比如說監獄裡面查 我看我們的那個什麼 監獄行刑法裡面的那個規定 比如說懲罰 我們為了懲罰他 所以就停止接見 一次二次 停止戶外活動 三至七日 戶外活動 好 那是一回事 接見 接見跟通信 其實就是 讓他跟家人 有一個 情感上的連結 多少的受心人 家人不來看 然後他在裡面 有情緒性的反應 那你今天 家人可以來看 那你還不讓他來看 那不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說 其實有很多的法律 必須 讓我們去重新回過頭 在這個監獄的管理裡面 回過頭去看 他到底合不合理 或者是說 好了 有一些東西 其實沒有所謂的到法律層面 那 我問 在場 在場有那個什麼 監所的同仁 那我問 你知不知道 夏天受心人不能打赤婆 為什麼 行政規則 行政規則為什麼 沒有我只問你 他為什麼要這樣規定 受心人為什麼不能打赤婆 講白一點 我自己 夏天在家裡 我只穿起來內褲晃來晃去 他不能打赤婆 他上衣還勾著 可是他下半身 他可以脫光光 他可以到處晃 沒有規定說不能穿內褲 可是為什麼一定不能打赤婆 然後 之前我問過學長 學長就說 因為有一些同事 我看到他們全身 恰狼恰狼 會怕 我心裡想 會怕 你又不要一次做這個 這就是一個很疑惑的地方 我們這到不行 然後通風也不加 一個牢房裡面 標到四十度都有可能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規定 再來限水限電 當然 我們 我們都會有講說 我們 我們的那個水電費 要控管 可是 公部門就是為了節能減碳 現在 今年的水電費 不能比前一年還要多 可是你今年關的人 就比前一年還要多了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限制 這個就是所謂的事務官的擔當 你有沒有把真實的事情 往上反映 答案是沒有 然後 然後 其實在監獄裡面讓我 我是高直播的 當然 今天不是最黑的公務員嗎 所以 所以有一些東西其實 在我看其實就有一個很大的疑惑在 包括就是 整體的那個什麼 監鎖的管理氛圍 因為我常常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受刑人的收容空間 其實就是我們的工作職場 那你通風不佳 整個 汗臭味 屎味 潮濕的感覺 美味 全部都在裡面 我在裡面值班 那也是我的工作職場 他們獲得改善 對我來說 會不會 對我的健康也是好的 然後再來我管理上 會不會比較OK 我相信是會 可是我每次提到這個 就有很多同事會反彈 就是說我只當受刑人講話 然後包括我這次國事會議題的 那個什麼 受刑人的送餐口 不要安排在那個門的底下 因為我們自己 自己行話都講說那個叫高阿康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個 在裡面收餐的人 感受是怎麼樣 那我 我那時候提議就是說 那你改成就是一個人站立起來 就在腰部到 到胸部之間這個高度 送餐進去 因為我同事在罵 可是在我看 你看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安全上的考量 為什麼 我們今天如果房裡面有打架 怎樣 違規的行為 你跟他講來過來 然後手伸出來 他有可能從底下伸出來 讓你上手鋼 不可能 然後從這個方向你伸出來 然後手鋼上上去 把人帶出來 那是不是對你來說 安全上也被違規不到 所以我常常會說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氛圍 我們常常 有一些同事會講一句話就是說 受刑人權益不能離駕於管理人員之上 受刑人有人權 我們管理人員該怎麼辦 可是這個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一個是基本人權 一個自由權被剝奪之後 一個刑法執行 另外一個是 所謂的勞動權益跟勞動環境的問題 這個兩個東西其實 同樣是人權 但是它本質上是不太一樣的 那勞動權益跟勞動環境 你應該找誰要 不是受刑人吧 應該是法奧部跟矯正署吧 可是沒有人願意 感覺就跳出來 欸你們不對喔 大概就只有一個 最黑的林文偉吧 就是個笨蛋 會每天在那邊講 但是我講的是非常實際的東西 就是你本身 你有沒有去搞清楚這個狀況 然後去講出 欸這個東西是不對的 要改善 受刑人的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管理的環境跟措施 合理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這麼認為 當然很簡單 我們工時超時 我們的薪資有問題 這些最基本的東西 其實從來沒有被看到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覺得 改善他們的那個什麼管理措施 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殘害 所以這次就是你要找余凱 找公格力的最大的 一個人 大概嗎 那請余凱講講你的公格力 我覺得 不知道那個監所 全國的監所人員有多少 大概六千多個 六千多其實也不算少 因為我們最近公格力在談 衛生所的勞動權益的問題 然後大家可能無法想像說 我們全台灣的衛生所 其實護理師大概只有兩千多人而已 然後比如說像 像 鍾永和的一個 基層的衛生所的護理師 他所分配到的人口數是兩萬兩千 就是一個護理師他要做兩萬兩千個 居民 然後這種事情是什麼時候會最嚴重 就是在比如說 我們要做瀏染疫苗接種的時候 或者是說在什麼 傳染病突然發生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要一波蜂來衛生所 有做疫苗接種 就是那種 就是疫苗接種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最爆肝的時候 那 就是像這樣的那種小毒群 兩千多個人 六千多個人 這樣的毒群 其實在政客或是在 高階的事務官的眼裡面 是不存在的一個毒群 因為他覺得你這個人口數太少了 所以不管你在講什麼他都無干 那這個是蠻嚴重的事情 因為他們都是在第一線面對 居民 第一線面對那個 就是 老裡面的弟兄的 第一線的人員 可是如果他們第一線的人員的問題 沒有被看到的時候 那就會出現恐龍的政策 我們都知道恐龍法官怎麼產生 因為他就在辦公室裡面 他就是看著那些 乘上來的調查報告 然後就做出了他在文字上面的判決 那如果這些上面在擬定政策的人 他其實是沒有看到第一線的狀況 他就在辦公室裡面做出了那樣的政策 那其實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現在公格力的立場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組織 然後替這些不能夠自己站出來 講話的基層人員去提出他們的訴求 公格力的角度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你一個人站出來 這樣不會凶 就是跟我 就是變標法 可是如果大家從公格力這個管道出來的時候 黑掉的是公格力 沒關係公格力就給你黑掉 沒有關係 因為他不是一個個體 他也不存在機關裡面 那要請教你一個問題是 你現在離開公務員這個角色 你的考慮是什麼 其實我考慮是個人的考慮 因為我一直想說 公務員會不會是我一輩子的工作 然後我心裡面的答案就不是 那不是的話就是 因為我現在也到了那種 一定要轉換 我如果不再轉換出來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會趕不出來的階段 就直接講我現在36歲了 就是我前陣子 4月份的時候是35到36歲的這個專責 然後所以我在心裡面就自己想了一段時間 我到底要不要跳出來做這樣 那我就覺得對個人來講 其實在裡面它是一種消磨 我也必須要承認說 這個裡面是有人要出來做改變 而且是自發性的聲音 那我現在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聲音它是已經被凝聚出來 不管是公務革新力量聯盟 或是現在的警察工作權益促進會 消防員權益促進會 其實這些力量它都已經成形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談的就是 公務員在某些特殊的職業別裡面 它是不是可以組工會 因為你一定要組工會之後 你才能夠跟雇主也就是政府 有協商權 然後你在這個協商的過程當中 是團體協商 那就不會變成個人的爭取 是一個標的 它團體協商的過程當中 就是用團體的力量 我有背後有多少的人支持 我要改善這樣的勞動權益 然後政府你接不接受 我們這樣的宿船 它就會變成一個團體的力量 來面對這種不合理的狀況 那 其實像最近警工會 我也覺得他們蠻厲害 就是警察工作權益促進會 他們有兩個 一個他們最近在盤點的就是 他們是不是被賦予的太多 不合理的工作在自己身上 比如說他們會被要求到 什麼時候你要抓到多少的酒 這樣按鍵 然後你的那個在逮捕 就是比如說偷竊犯啊 竊盜犯這種 你的達成率要多少 然後最近他們就推了一個 蠻好笑的動畫出來 我不知道那個動畫還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看過那部漫畫 但是他就傳了一個 達成率百分之八百 對他們現在就 就之前有一份公文 就是裡面就有某一個項目 然後他的達成率是 因為去年已經達成了百分之四百 那今年我們要再往上攀高 所以今年的目標數是百分之八百 然後我就想說八百那是什麼 就是借王者 打到悟空之後 那悟空 就是完全無法再復原的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power嗎 百分之八百的力量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所以景宮推他覺得這個事情 如果你一直要這樣基層的警察去應付 然後所有現在的抗爭活動 是你行政部門去點燃的 比如說一地一休那是勞動部 點燃的 然後比如說 什麼 什麼日本核食的食品進口 衛福部的 然後或者是現在有很多 考試院民進改革 這些 可能是因為行政部門 他的政策溝通的過程當中有問題 然後所以導致很多人要去抗爭 就不管你在任何一個抗爭場合 裡面最倒霉的都是基層的原景 這樣是合理的嗎 就是他們現在再重新再檢視這些事情 就是你對我定的這些績效指標是合理的嗎 然後你這些業務要落在我身上是合理的嗎 那當然我覺得 就是 每一個工作每一個職業別 他都會站在自己的角度出發 他都會希望說 最好是我的工作可以 就是切到一個比較單純的狀況 可是 像警察這個工作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真的去把那個工作切得那麼明顯 像消防員好 像消防員去年就成功做到了一件事情 他們把那個養蜂啊 然後抓蛇啊 然後那個抓猴子啊 這一類的工作 他已經把它切到農委會去了 他成功的把這個工作還給農委會 那 這就是 會造成一個好的正向的 角度就是 你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情 那 農委會他假設他沒有這些人 來做這些抓蛇啊 然後捕蜂這些工作 他自然就會再創造一個民間的產業市場出來 這個是一個正向 就是你讓民間的人的人的意思去處理抓蛇這件工作 不會比你消防隊整天要應付多 甚至那個小貓掉在你家二樓的天花板下不來 也要你去處理 這事你就變得不合理 我覺得我們政府有點做到過度的服務了啦 其實我們的台灣的政府就是 應該在世界上面的低線服務 我們算是做的蠻前面的 就是你什麼事情都會有政府來幫你處理 但是 什麼事情都要政府幫你處理的另外一面 你卻不願意去負擔 你原本應該要盡了公民責任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最近 因為我從漁業署出來 然後 我就覺得漁業署的同仁非常可憐 因為 他們就是要處理這些層級 就是積極甚至這些 不受管理的船隻 然後不受管理的漁業行為 可是當他們比如說 我們的那個漁業已經是被抓到一個很枯竭的狀況 所以說現在很多船他們可以出去作業 是因為漁業署政府有給他們用油補貼 所以他們就是好逮他們出去的油是不用錢的 所以就算他們抓的漁獲量不好 他還是有油錢的補貼 可是當我們認知到說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拿納稅人的錢去補貼漁船再抓一個油錢 而且那些漁民他是不用繳稅的 這個事情已經是不合理 為什麼你不能夠把它做改變 可是 就是當我們現在要從別人的口袋 把那些過去政府給他過多的承諾 開出的政治支票要收回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民間的反彈力道會非常大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要從另外一個角度 好那我不收你的用油補貼 可是你只要非法作業 我就要終止你的用油補貼 這個是一個正向的手段 就是我不去取消你的用油補貼 但是如果你非法作業 你非法漁業行為 我就有權利去取消你的用油補貼 可是這樣也不行 就是很多漁業端理 他還是會整台包油貼的上來抗議 因為他就會認為說 你政府不應該做過度的管理跟干預 那就坦白講 就是我講我們的那個在養自木魚 在養火鍋魚 在養石斑的這群人 他平常的時候 我們要求說 他的那個申報量要確實 因為我們要掌握到你到底養得多 我今年下了多少的五鍋魚魚苗 到那個養殖池裡面 我才能夠在收成的這個季節的時候 確定不會有那個收成過量 那個價格崩盤的情況 這個是政府 他管理上面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這很合理吧 就是你按你的量申報來給我 我就幫你做一個管理 讓你不會超過量的投放 去影響到後面的市場崩盤 可是漁民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要申報給你政府 我申報的時候你又沒有給我補貼 那所以我就不要報 那不要報之後呢 等到真的市場 他那個價格出來崩盤的時候 他就會要求說 那你現在政府是不是拿一筆錢出來做收購 然後第二個就是 假設他把那個 就是有一些漁民他會把那個石斑魚過冬養殖 可是石斑魚他其實是可以在冬天之前就收成的 可是因為在過年的前面那段時間 石斑魚的價格會飆到一個比較高的高點 所以他們會挺而走險的 讓石斑魚去養過那個冬天最寒冷的那段時間 這個是漁民之局的賭卓 因為你養過那個冬天他是可能會忍死的 可是他也不管 他就是反正他養過了 好那如果說養過了就是他賺到 在過年前大發意識 大就大賺一筆 可是如果不幸的寒流來了 然後把魚凍死了之後 我們在新宿再會看到說 某某嘉義縣漁民抗議政府那個補貼不張 然後沒有進場補貼 對漁民都是不痛不癢 然後放任漁民自生自滅 這種話都會在報告上面看到 然後問題是我們當然不是不補貼 我們是要看你當初是不是有合理的申報 你的那個石斑魚秒的那個投放量 我要看你投放了多少我會補助你 可是你當初你就沒有合法的申報 你就沒有確實的申報 但是你現在要求我要補貼給你 那就不是變成說 就是反正賺是漁民在賺 可是賠了之後就政府要賠給你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完全全責不對等 那現在台灣不只在漁業 就是我覺得在各個領域上面 他都是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他平時就是不要 就平時政府別管我 可是出了事的時候政府要幫我 那如果是我們一直存在有這樣的觀念的話 我們政府是會崩潰的 因為我們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事情要處理 然後有很多的新的議題進來 尤其是蔡政府上來之後 有開了非常多的戰場出來 你這些戰場都處理不完 然後你還要去收拾過去的那些 結構性的歷史工業的時候 你整個工務體系是會崩潰的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為什麼現在有越來越多基層 他會跳出來去倡導他自己的勞動權益 因為就是整個工務系統都在承擔一個過勞的狀況 我們要那個現場來聽的朋友講講話 有沒有誰要先講 你可以被拍嗎 還是不要拍 欸 也是算學長嗎 因為我也是就是監索人員 對 那我覺得其實學長剛才講到說一個 欸 生理學長不合理 就是說 就是管理手段的合理性 因為在我服務的機關裡面會出一個情況 都會覺得說比如說 我們就是要防製一個東西 預防一個借務事故 我們就想說設一個補測 變成說很多的時候 補測變得很多 補測變得很多 那都寫不完 比如說一個 我們常常那個 就是 一件事情的補測都三到四本 那其實我們中央台 或是設防 我們堆積非常多的補測 那其實我覺得是說 當然電子化的那個機率不大 可是我覺得說那種疊床家務 其實造成很大的負擔 因為我們夜勤是 夜勤的管理員 是坐三小時休三小時 坐三休三小時 坐三休三都很累了 然後你還要負擔那麼大的補測 你還要預防說 隔天我下班的時候 會有人打架 那我就留下來了 對 那再來 然後第二個我是覺得說 徐昂剛剛有提到就是一個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監獄醫療的那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夜間沒有醫療的人員留守 像我服務監著的是 沒有醫療的人員留守 我們夜間是靠 我們藝衛的人員自己判斷 說要不要送外衣 對 可是就是說有時候 會有壓力就是說 社訪主管覺得說 這個要送外衣 可是中央台會覺得說 欸 中央台科學員或主任 覺得說 可是我們人不夠啊 就是能夠壓一壓到隔天 壓到隔天他沒有 沒有死掉 反正隔天就換隔天 那一股來接班 我覺得大家會有這種心態 因為 就是變成說 中央台跟 社訪地限執勤人 會有對立 日夜勤也有對立 日勤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把東西 推到我們隔天來處理 隔夜勤會覺得說 你日勤管得好 我們就 日夜勤就不會那麼多事情了 所以我覺得 就是現在 今天 其實有變成說 有一種 大家是互相對立的 長官跟同能對立 然後日夜勤對立 或者說自己 古裏面中央台跟 設訪都是很對立的情況 而且我覺得其實 讓監守人員發藥 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尤其很多藥 都是精神病或管治藥 對 如果說 藥 我們也是看上面的衣署發的 其實有時候 發錯 或者發肉 或者說 有什麼狀況 我們是沒辦法判斷的 只是說 我是覺得說 如果讓監守人員 去承擔發藥 這種風景 我覺得真的很高 我們自己夜間知情 都會 都會怕 然後再來就是 學長剛才提到一個 書信檢查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說 現在我們接見的人員 我們都要晚上來 復聽他們講什麼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負擔 尤其是有時候 晚上都很忙 結果還要抽人來去聽說 他們講什麼 而且還要寫的句細密 然後還要註明說 復聽偷聽的意思 就是說 他們接見的時候 我們會有 錄音完之後 也許你沒有聽到 然後但是晚上 你要抽掉人員出來 去把早上 你自己這一班 所有的東西 全部聽過 而且都抽掉都是要聽很久 而且要一格子一格子去散打 是 打竹字稿 就是打竹字稿 對阿 而且很難 其實蠻浪費時間 而且 因為很多打的都是說 他們的鹹花家常 就欸 你好不好阿 我很好阿 你什麼都出來阿 那你要打這個 打這個打十幾個 就感覺說 這是不是一個 明智的一個管理手段阿 其實 真的講起來 我要這麼說 我要說的是 其實台灣 台灣的監鎖 現在已經是 二十一世紀了 真的嗎 是的齁 對 我們很多的管理措施 其實還停留在所謂的 沒有電子 電子那個什麼 輔助設備 比如說 攝影機啦 什麼 或者錄音機這些東西 所以 會造成一個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 當然這個講出來 一定會被罵 這在於說 大家對所謂的 監鎖發生事故 到底是常態還是非常態 我先這樣問 大家覺得是常態的舉手 感謝你們 非常態的舉手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句話 但這個講下去 一定很多同事會罵死我 包括長官 已經有一個那個同伴了 監鎖每一年 每一個監鎖 他都會用一個名目叫做 全年無介護事故在續講 好 全年無介護事故 是誰的努力成果 是不是每一個管理人員 甚至我可以講說 是每一個受刑人也是 對不對 他們沒有出狀況 全年無介護事故的續講 並不是每一個監鎖的工作人員 都有辦法續講 他續講永遠是那個一小撮的人 好 那全年無介護事故 可以續講 那是不是全年有介護事故 是常態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吧 好 那今天我問你 監獄裡面出了所謂的介護事故 脫逃死人 會不會受懲處 答案是會 受懲處也是那麼一小撮的 誰叫你在那邊當班 全年 好 那出了介護事故之後 要被懲處 那是不是 無介護事故 是常態 對不對 這是兩種不同的邏輯 你出了事 你要懲處 那是不是沒有 沒有事故是常態 因為 因為只有非常態 你才要懲處 那你去講個屁 當然 但是講出來一定會被罵 因為 有一些同事 他們的聲圈就是靠這個 在累積積分 可是我要講的 當然 也許你會講說 我很酸 因為我每年都沒有記到 對啊 我每年都沒有記到 不然你要怎麼樣 但這確實就是這樣的問題 沒有記到人多的事 那你為什麼要弄一個 所謂的全年無界無事故 然後雖然法務部每次都講 講由下去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每次全年無界無事故 去講的 永遠上面的也是會有 所以這個東西講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個很無力感的東西 包括剛剛余凱講的那個警察的那個什麼 績效 八百多 那也許 那個什麼 中華民國 那個什麼 那個 兩百年的時候 也許他就不是八百多 他可能要上萬 他的要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績效要 可能要 百分之一萬 兩萬 那很可怕 因為剛剛有朋友還傳一個 那個什麼 警政署對於那個績效的一個解釋 其實我看了我就覺得快吐了 監鎖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監鎖的問題其實也很大 像剛剛我們同仁講的 很多的東西都可以無紙化 可以用那個什麼 電子化 我講白那個什麼 佈測很多 像有一些特殊單位 他有所謂的24小時形狀觀察登記簿 每15分鐘要去寫一格 為什麼每15分鐘要寫一格 規定就是15分鐘你要去尋一趟 好 那回來的時候 列管的 有一些單位列管的比較多 我要寫十個人耶 那我寫完之後大概 要詳細的寫 大概15分鐘又到 那我其他人難道都不看了嗎 所以 我所有的東西都耗在那裡 所有的時間都耗在那裡 那我 我真的在寫那個東西 我抬頭我就沒有辦法去看監視器了耶 為什麼我要15分鐘要尋一趟 我要去寫那個東西 答案很簡單 以前並不是每一房都有監視器嘛 所以那個東西就是 那個東西還沒有辦法丟掉 那表示監索根本就沒有進步 因為我們有電子輔助系統 我們有攝影機 它有錄影 有錄像 你覺得有問題 你還可以馬上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playback回來去看 那個東西問題在哪裡 然後像15分鐘簽一趟 固定時間尋一趟 那個也是因為以前沒有監視器啊 可是現在用這樣的方式 執警的時候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上個月我們那個單位才死了一個人啊 為什麼 他就算準準的我們同事巡過去 短時間內不要回來他就上吊自殺 死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 當然很簡單 每一個設房你都要固定派一個人在那邊巡邏 只是因為你怕懲處 如果出了事沒有人可以懲處 我也知道有那個什麼 曾經也有一個單位 他是用怎樣 大派潛質的 我固定時間我就派出去 我沒有固定勤務點 我就整個監獄巡 巡一圈回來之後回來 那個中央台休息 然後等下一次派 所有人都那個什麼 這個人回來的時候 那你很抱歉 那你就又要出去巡 那會造成一個就是說 我雖然是固定時間派人出去 但是在每一個單位裡面 實際上我的時間差是不固定的 哪一種真的可以防範未然 其實這個值得大家思考 然後很多的東西 他分明就是可以 可以那個什麼 可以用錄像 可以用怎麼樣取代 沒有啊 他永遠都是 paperwork paperwork 那你真的paperwork 可以行得通嗎 其實也不是啊 那 那個什麼 每天一大早 把一些人留下來 去騰入那些東西 有個屁用 那你所有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騰入 你拿去營業 你用拍照 難道不行嗎 其實都可以啊 但只是說 這個 規定上面 一直沒有辦法去跟上時代 到底是為什麼 對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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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把這些paperwork 變成 對 思考方式有什麼問題 其實這個也是 我們現在在談的問題 就是 當有一些事情 這些paperwork 他 他不需要一直重複被 被填寫 因為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都知道 大數據嘛 你 你所有的資料 如果有一個很完善的資料庫 然後大家 把一些業務資料 全部都丟到那個平台上面 然後不管你是 研考單位 或者是你是上級主管單位 或是你的內部的 就是 外部有來索取資料 然後內部的長官 需要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都可以從資料庫裡面去撈嘛 你只要用keyword去撈就好了 那個都是可以做得到 重點是 你把那個資料庫架起來 然後大家格式都可以共用 然後資料就可以不相流通 那些沒有這樣做 現在問題就是說 每個機關他的那個資料系統 都是委託自己的廠商去處理的嘛 那廠商 委託廠商的問題就在於說 那個廠商他一定會有自己的資料庫的軟體 然後他也會有自己的那一種 藍位定義等等的 所以造成不同部門之間的資料庫 是蠻難流通的 那如果有一個部門 比如說中央國發會好了 他想要統合各個部會 衛福部 農委會 或者是其他部會 相關業務單位的資料 然後他想要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第一個事情他必須要去找到 過去衛福部資料庫是誰建的 哪一個廠商建的 農委會的資料庫是哪一個廠商建的 然後這個廠商他願不願意釋放出 他當時候的那個 比如說資料庫的程式碼 但是有一些資料庫 他是已經 以前 比如說你是用 比較舊的語言 然後現在你是用MySQL 那這個舊的資料庫的軟體 他要對接到現在新的資料庫的這個軟體的時候 是很困難的 所以就變成說 每一個組織 他在一開始的資料結構 就沒有做一個標準化的規範 那所以到現在會很難去做資料串聯 那第二就是 我覺得也是上級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上面的人的思維還是很停留在 反正我要掉資料的時候 你把它印出來給我看 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是他們的思維是停留在這個階段 那就是 就是 你就沒有辦法去用這個紅 就是你 你沒有辦法拿著很好的武器去上戰場 因為他們就習慣 習慣看這樣的 paperwork 然後 他還會要求 你那個字一定要給我印出16 16級 對 那你講 至少要印14級的字出來 因為他長話 對啊 那他其實就不能意識到說 其實下面的人為了他要的這些資料 然後比於分明 他沒有感受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基層必須要去反應 然後必須要在內部溝通過之後 去找到一個解決方法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嗯 內部的資訊人員他其實 會到政府裡面來工作 他就是 期望一個穩定 所以 我們也很希望有很優秀的資訊人員 他可以進到政府裡面來 幫我們把整個行政做數位化 的這個工作 但是 就是 剛才講 如果你要這種人他進到政府裡面來 你可能要給他 備於現在 政府編制內的資訊人員的薪水才行 比如說現在資訊人員可能是3萬多 你可能必須要用6萬7萬 你才找到這個厲害的資訊工程師 來幫你做行政數位化 可是以現在的 政府的高普考的制度 你又沒有辦法給一個資訊工程師 就是6萬到7萬的薪水 然後你還是要求他去參加高普考 然後 寫那些 欸什麼 就是 那個幾bit 他是 等於死的 幾次方個位元 等等等 這一類的選擇題 可是 他如果真的厲害的工程師 他怎麼可能會願意來參加這樣的 考試方式呢 他怎麼可能願意花他人生中半年的時間 在準備這個高普考試呢 所以你很難把這些人打到政府裡面來協助政府做一些比較前瞻的事情 我知道那個余凱先生很主張 我也很同意 制度上 公務人員的篩選 就是篩選被考試 不是 像你梳理協 不是篩選有熱情的 不是篩選有服務的 志向的 當然我們還是不小心篩選到一些有服務志向的 可是可能不是這套高普考制度的功勞 好 那 我可以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除了剛剛余凱講的那個之外 還有一點就是 你所謂的管理思維有沒有去翻新 像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監所好像那個好像很少有 那個什麼 其實公部門裡面請假的怎麼樣 其實可以用電子錶單嘛對不對 可是 在監所裡面似乎都沒有 像我們單位完全沒有 所以我必須 也許他是為了怕勤務派遣上的不方便 那個怕說 今天明明 應該是要上班 然後可是林文會今天沒來 然後他們才找人 然後一看 喔原來他請假 所以我們的做法都是我要告訴科員 然後我要去請假 可是永遠都是 因為我們自己派的那個勤務 這樣我們好像就是沒有辦法自己去盯著自己的假卡 那你開放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操作電腦也許可以嘛 你自己去盯自己去做 然後欸 可是沒有啊 我連權限都沒有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像我最近為了那個斯改國事會議 我搞了一肚子火 為什麼 我有很多 比如說那個什麼 參訪啊 然後什麼研討會啊 然後或者是 增開的會議 這些我到目前 我都完全沒有辦法請假 為什麼 因為幕僚只給我 那個什麼電子郵件 或者是增開的會議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paperwork 就是那個 紙本公文的通知 然後我去送程的時候 他就說 你等全部的東西到位的時候 再一次請 那個東西永遠不會到位啊 所以 就一直卡在那邊 所以其實 我為了這個事情 我跟我太太就是一直 因為他就覺得說 開四個國事會議可以 那那個什麼 這個應盡的責任還是一個義務 所以我去了 但是我的假可能就是 都用自己的時間 去弄上去 然後大家 很多的同事都覺得 我過得超爽 三天兩天請公假 可是對他們來說 對我來說 他們其實沒有看到這一點啦 這是一回事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在一個 你在一個那個什麼 管理上的思維的時候 就很容易去看到 沒有辦法與實際 俱進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並不是所謂的 資訊 資訊格式的一個 交換或者是說 維護或者是設計的那個 那個什麼系統的那個 廠商不一樣的問題 還包括你怎麼樣去看待 所謂的你的管理跟你管理的對象 甚至你的業務 對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一件事 公務員國事會議 有沒有把麥克風傳下去 有意見的或有問題的都經常講 沒有意見沒有問題 就把麥克風傳給下一位 然後又不願意被拍 不願意被拍就 會不會手被拍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好好好 那我就拍他們兩個 反正這兩個已經很黑了 無所謂 呵呵呵呵 你們兩位好大家好 就是 我 呃 我大概是 我本來是當 在科學人區當工程師 然後 呃 可是就想做一點比較不一樣的事 我大概是從兩三個月前開始 就是 開始在能源局的計畫辦公室工作 所以就是 不算公務員 但就是一半個 跟公務單位在那邊接觸的這樣子 所以 我相信就是 剛剛你們剛才提到的那個 監獄的那個冷氣沒有辦法開 一定是跟能源局 蠻有關係的 是 嗯 嗯 然後 嗯 我很喜歡看那個公司的誰來晚餐 所以最近剛說了 呵呵呵呵 兩個人是一集也很精彩 對 關於那個監獄裡面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不知道我們的監獄 對於就是 受刑人他的 再次返回社會的教育 或者是 那些幫助 現在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這個能源局 為什麼關於監獄啊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嗯 嗯 監獄本身他 我們都那個什麼 有法律 法律上有規定說 受刑人必須要作業 所以他沒有作業就是違法的 所以是違規的行為 好 監獄裡面也有一些技訓班 技能訓練班 但是我那天在四改國事會議上面 我 我提出一個就是 現在 受刑人他要復歸社會之前 在大概半年前我們有所謂的輔導 然後也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更生輔導 然後在 在那個什麼 要出獄的錢 一個月到一個禮拜 都會問說他身上錢夠不夠 然後甚至是坐車回去 可是我覺得 重點是在於說 復歸銜接這一點 其實政府一直沒有盡到 應盡的義務跟做好 因為 講白一點 監獄裡面是一套 監獄裡面的規則 可是 你這個人進來之後 無論他關多久 講白一點都會有一個 所謂的機構化 或所謂我們講白的 叫做監獄化的一個問題 你適應了這樣的環境 適應了這樣的規則 你甚至連上廁所了怎麼樣 你可能都沒有水可以沖 你甚至還要 那個什麼 去 對 去跟人家講說 甚至 什麼 9點那個 席燈就寝之後 當然我們不是燈全部關掉 我們留小燈 9點到9點半之間 我只要去上廁所 我要跟你報備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常常講 兩公約 當然講這個又要 被我們同事罵 你為什麼要提兩公約 可是這個就是 人的生理需求 那好啦 這個問題來了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讓他 所謂的去監獄化 找工作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有沒有受到 基本的質訊 可是我們 我那天提的就是 監獄裡面的這些 所謂的技能訓練 你要做盤點 你在裡面做烘焙 做烘焙的時候 欸 烘焙班看起來 做的東西都很好啊 可是裡面的同學 有一部分是因為 這個是監獄的重點作業 就是 那個什麼 所謂的一間一特色之類的 好 對 你可以上網去看 矯正署它有一個 監獄自營作業的那個網站 你可以用很低的價格 買到quality很好的東西 但這個東西就是 樣板作業 我必須要這麼講 烘焙你進來 你要讓你的東西 可以直接上線賣嘛 那你會怎麼找 你一定不是找一個新手啊 你一定找一個 欸 你們有沒有在外面做過 烘焙師傅啊 去找他們進來 也許 林選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那他到底有沒有真正 最直訊的那種 那個什麼 那個效能 然後再來就是 裡面有一些 比如說像 那個什麼電腦班 他 他並不是教你怎麼樣修電腦啊 他只教你操作電腦 還在讀那個 我們高中念的計算器概論 然後 一分鐘打多少字 這個東西你真的出去外面 欸我一分鐘可以打120個字 我可以找不到 找不找 找得到工作 我想是很難的吧 那 那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那個什麼 要盤點裡面的 這些技能訓練 有沒有辦法拿到執照 有沒有實際讓他 回到 那個什麼 那個社會上 是真的找到工作的 很難嘛 然後我那天 我常常提一個意見 就是說 監獄裡面其實會畫畫的人很多 喜歡畫畫的人也很多 想刺青的人也很多 可是我們監獄裡面 是禁止刺青的 那你們能成立一個 所謂的 會畫兼刺青班 你要刺青可以啊 我在學刺青 我很怕找不到人 我出去之後 要找人 可能有點困難 把人家刺壞了 我可能就沒有工作 那在監獄裡面 多的是人家刺青啊 我來練習 我來練習 你要付我錢耶 然後出去之後 刺青 價格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自己開工作室 可以得到很高的利潤 可以啊 可是為什麼 不做 答案是不敢 就是很多的東西 就是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看到 社會上的 就位市場 跟實際上監獄裡面的 職訊是有很大的落差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 你真的出了社會之後 你銜接還是很困難 為什麼 我們如果說監獄裡面做得好 出去也許比較不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你真的到社會上的時候 我之前我去參加花蓮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保護管術的那個課程 我就發覺 花東地區 有一些人他找到工作 但是他 單單坐車去花蓮地院報到都很困難 為什麼 他沒有足夠的人 再來他未必是休六日 他有辦法去 然後他只要跟 跟那個老闆請假請個兩次 老闆就知道 他是更生人就不用他了 社會上的歧視其實也很多 對 這一些其實就是 很多人沒有辦法 我們監獄裡面 常常有同事講 啊你還回來啊 這個夭壽啊 這個沒救啊 可是他有沒有想到 後面的脈絡是怎麼樣 我們有沒有給他機會 而我們在監獄裡面 我們只是為了我們管理上的方便 一味的關 欸管的都很好啊 可是出去之後 他沒有辦法 有任何謀生的能力 跟機會的時候 他要不要再回來 我相信 他 他不回來都很困難 然後 在於凱剛剛講就是公務人員 就是現在勞務的問題啊 就是我剛好今天去參加 就是我們機構的會議 然後就是說 因為我們就是接很多 燃營局或是台電的計畫這樣子 然後現在就在考慮說 那應應新的勞基法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做事情 然後那就是現在就是要 他就是要付加班費 因為以前就是規定換補修 現在就是要可以給大家選 就是加班費或者是補修 可是 就是 計畫裡頭完全沒有寫到 可以有加班費這一下 對 對 他們就在檢討說 各個計畫有沒有任何的項目 有可能轉回加班費 但是幾乎找不到 所以就還是良性的勸大家 可以多利用補修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一個點 沒有 不講也要拿一下 然後再傳給一下 你拿到就想想 我只想問 林玉凱未來想要做什麼工作 我是常常當記者嗎 還是 沒有誰當過記者 對啊 你記錯的話 對啊 那個啊 公務員其實不是用勞基法 然後 公務員的 公務員體系裡面的約聘僱人員 也不是用勞基法 所以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政府 政府本身 大部分的在政府工作人 都不是用勞基法 然後 他一粒一休 出來之後 就是有遇到很多 外包的這些 人力公司 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 邊加班費在裡面 可是 一粒一休出來之後 變成他們要 付1.33 到1.67 加班費的時候 他們合約裡面 是沒有這些錢的 所以變成 對啊 就是現在只能變相 強迫大家用補修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就是 當初他們在訂這個時候 他其實 跟第一線的執行者 有相當大的落差 對 他在訂了一粒一休的時候 我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他們說 就是要溝通再溝通 但是其實 看起來還是沒有 就是看起來 跟第一線的企業是 蠻 多差蠻大的 然後 我可以可以收一下 欸 沒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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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那個 加班 換補修的部分 在一粒一休之前 本來就一定是制定好的 你本來就是要先讓療公去選擇 你不能夠事先先放棄這部分 對 所以這個跟一粒一休其實沒有關係 對 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所以也就是說 也許 那個單位 關於的 以下的勞工部分 早就已經存在違法師事了 對 謝謝 還有尊上就是 直接戴口罩這樣 完全沒有炸 然後至於我未來要做什麼嗎 其實 這個問題有點尷尬 我現在在當奶爸 然後之後 我可能會去 立法院幫助啊 是不是去當國會助理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現在還沒有 對外公開 沒關係 那以後監鎖的東西 我就丟給你 太好了 剛剛有講到那個 我覺得這個可以提就是說 其實每個監鎖裡面 也有所謂的約聘雇人員嘛 那行政院其實他有定了一個規則 就是說 約聘雇做滿一年 會有七天的未到假 可是 我就說 很可怕一點是 公部門其實 執法 其實本身他也玩法 我們的職代同仁 他每次 誒又考上的時候 中間就會空一天 通常就是 那個什麼 那個每年的第一天上班日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讓他銜接滿一年 然後所以他就直接 七天就不見了 其實這是非常可惡的一件事 對 會啊 會啊 對 然後當然 也許長官的思維會說 因為 他們那個什麼 正職的同事 正職的管理員 休假都休不完了 他們用這樣的方式 如果 連職務代理人 或者是 約聘雇 他們都有辦法 有七天的未到假可以休 那有一些 有一些同事其實是 約聘雇的同事 其實他們是很優秀 他們雖然 不斷的在 什麼 準備考所謂的國家考試 但是他每一年他還是 一直來 然後甚至有一些 其實他們 根本因為 監索的工作其實非常勞累 他們都不想說 繼續續約 但是 他們其實有的時候就說 學長我看你們那麼累 我來繼續再考 可是你永遠就看到 他們永遠都沒有修到 所謂的一年七天 兩年十四天的這種未到假 對啊 然後 然後我常常會覺得說 哇幹 那 他們也不適用所謂的勞基法 然後 公務人員的福利也沒有 他們連最基本的七天未到假都沒有 那 那個什麼 難道我們政府 就這麼的吃人不吐骨頭 對 呃 我 欸 分享一下 就是 剛剛 有提到說 關於監索的那個 更生的 就是協助的問題 那就是 可以上一下 紫改國所謂的網站 上一下第五組 就是我們林文衛 所以 大哥的 所在的那一組 那其實 呃 因為每次會議其實都會有蠻多的一些意見 以及 機關自己的報告公開 那其實可以從那些報告看一下說 呃 現在的一些 狀況跟執行的全貌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 就是 這個 呃 委員們的批評 好 那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來這邊聽這個心得 就是說 我覺得 呃 政府機關 其實很多事情 他的 橫向的聯繫 是很差的 就是剛剛聽 聽兩位的分享 那 這個 橫向聯繫很差的 狀況 其實 我是覺得說 很難去打破 因為大家其實都會有本位主義 像 紅衛大哥他在監獄 他就只會比較知道監獄的事情 好那比如說 今天像我們 我是會一開會的時候常常會遇到一些問題是 比如說 好 剛剛那個 跟生人要出獄的問題 或說監獄內部管理的問題 他可能很多時候是衛福部的執掌 那有的時候是勞動部的執掌 那這些東西 一旦問題複雜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本來就會跨很多部會要去協調解決 那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 可是我覺得說 像那個 那個 宇凱大哥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他希望 用 體制外的力量 或是說 另外出一個協會 來讓大家 能夠有一個 怎麼講 跨出自己的 跨出自己的專業領域 跨出自己的 位置 來去做一些協調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 很 一個很好的方向 跟一件應該做的事情 那 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現在有很多 很多領域的人 包括甚至法官 司法體系裡面的人 也都在做類似的事情 對 那 希望這件事情可以好好的進行下去 我覺得台灣之後會比較有希望 好 對 那我 那我 為什麼問一下協會的事情 哈哈 那你剛剛說有我們 這個我們協會 沒有沒有 因為我有什麼可憐 那我 我們協會有分一些其他那個 很重要的像其他那種 我們也開始做 因為我們有沒有已經在 就是已經處理中 或是已經處理好的一些 成功還很快 對對對 可分 可講 可分享 我覺得 成功案例大概就是 因為我們時間蠻短的 去年10月份才開始 就是有發錢人的會議 我記得10月24號那天 是大概灘灘時光 北區第一次發錢人會議 然後 我們5月7號才剛成立大會 所以這當中我們其實 做了一件 5月才成立大會 對 對 因為那個 行政流 第一個就是行政流程 哈哈 因為我們算快的 像景宮推 他們 整整的一年 然後才拿到 成立的 立案證明 立案合可 然後 我們 就是前那天就是在做 年金改革那個事情 然後 年金改革 那其實是開出來的 支線劇情 因為我們想到支線劇情開得太 嗯 就是變成主線劇情的感覺 然後 因為我們希望說可以創造一個 button up 的那個決策 決策機制 可是公部門裡面因為 他的課程結構 所以基本上 一線的承辦人 他是不可能直接面對局長 講述他在執行的時候遇到的困難 然後 通常 就是越上面 越上面的長官 他就越 越不喜歡講 那種局長不喜歡聽到的話 所以 當這個一個會議室上面 做了各式各樣的承辦人 可是 那個會議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 沒有人敢講真話 所以我們 想要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 想辦法透過一個機制 讓大家 可以敢講真話 所以我們就去找林全 然後 我們就跟林全講說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如果你認為 小英是一個會溝通的政府 麻煩先跟公務員溝通 然後後來 他就是 就是交代國大會說 你一定要去創造 都一樣這樣的機制 所以 接下來 會有一個匿名的 匿名的公務員的政策討論平台 然後那政策討論平台就是 你可以 你如果有價值 像文匯 那就可以直接用本名去提案 可是如果你不敢的話 你也可以匿名的去提案 然後提案之後 就是公務員內部 有公務帳號的人 他就可以去投票 如果大家都認為 你提的這個案子 是大家都有感的案子 可是我連公務帳號都沒有 你連公務帳號都沒有 對啊 我們監鎖其實 沒有幾個人知道自己有公務帳號這種東西 對啊 我們監鎖裡面 其實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都會有一個叫做 那個什麼通訊管制 怎麼樣的 所以就 整個介護區裡面 其實 有公務帳號的 大概就只有 碰得到電腦那幾個 其實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不知道 所以我才會 剛剛會講說那個電子錶單的問題 對 然後我請假 我要必須到處去拜託人 我覺得應該是有 我覺得應該是有 但是他們從來都沒有給我們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那個什麼 所以我才會說那個監鎖就是 那個什麼 很封閉 然後 很多的東西其實它都還是很原始的 對 對 也許我們真的可以看得到那個 真正 真正看得到就是 也 那個什麼 每天進去的時候那個所謂的 那個 什麼 那個金屬感測器 那個是我們唯一 每天都會接觸到的那個電子器材吧 對 或者是我每天坐在那邊看的那個監視器 對 其他的 像電腦的怎麼樣 我覺得 要讓我們知道或者是真的 我覺得 要看長官他們是怎麼思維的 你可以跟長官說現在流行電腦繪圖 對 不會讓我這樣奇怪 我覺得這還蠻 就是 有時候 我會覺得公部門好像 不要剛才講的就是 拿紅鷹槍在打蘇貝時代的戰場 這樣子 就拍了一二一二一二 然後 對啊 可是人家現在都已經就是雲端的戰爭了 然後我們還在一二一二這樣 然後 這就簡單的就是 其實 他們現在在講前章計畫對不對 就是 然後我就說 那你們 你們數位的前章 到底前章在哪裡 我們現在 外面的講者 他是使用那個 Mac系統的 然後他簡報就是在 在Windows上面沒辦法撥啊 可是一整個機關就是找不到一台 Apple電腦可以用 那我說那前章不是 你如果要數位的話 那至少一個機關就買到Apple 讓大家至少可以開始用Apple 然後不用一定 所有的軟體 一定要用 Explorer才可以開啊 你現在的報稅軟體 Chrome不能開耶 就是這幾天 這幾天有人在反應啊 這幾天有人在反應啊 就是用 用Chrome他沒辦法報稅 然後他就想說 為什麼我們要繳稅給這種政府 那我們連Chrome都不能用的政府 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覺得這種數位落差 真的在政府還蠻嚴重的耶 但他們的體系啦 因為比較像海巡署 他也不能夠對外聯網 他只能夠內部網路 然後其實那個就是一個 自我感覺良好的保護器 欸我上次經濟部也不行 經濟部不可能不行嗎 沒有真的不行 我去經濟部演講 然後我的簡報是連軟體 喔你說你說那個 我用PREASE 因為是連不出去 這樣 就 就被 就被 沒有就是保密嘛 因為裡面有一些 機密的 我在 我在啦 我不知道 好我這樣不知道我哪 你用麥克風講 這樣就聽不到 好 那我再問一下 你剛才講到李來西 那後面 他沒有講到李來西 沒有 我還是講X來西 好好好 那個 那個李差 那個 那個李某人 李大師 欸對阿後面 後來是怎樣 因為現在西文也都沒有在報 所以他現在 所以最新目前是怎樣 接下來是要到哪裡 我就請民視的那個 相賭劇去追一下 對 我不知道他怎麼樣 他可能有點落寞吧 因為他舞台不見 可能是有點這種感覺 對 喔 然後最近沒有上電視阿 因為最近沒有人在談年輕一題的 因為最近沒有人在談年輕一題的 對阿 對阿 最後我只看到說什麼 他就找 就有一個辦公室吧 然後我們就沒有新聞 對阿 對阿 來西哥 故意來西哥就是 跟我們會會說話 哈哈哈哈 沒有 有沒有誰還要講話 然後問一個摸鬼的問題 就是 就是 會有 就是監獄 會叫 犯人 想要 那個什麼 躍 躍躍躍躍躍躍躍 如果是我一定會 想盡算法躍躍 呵呵呵 可是聽起來感覺好像裡面是鬆散的 就是我自己的想像 聽起來躍躍蠻容易的 就是好像 沒有那麼數位的話 就是好像非常圓 就是我自己想像 就是 但是那感覺好像是蠻輕鬆就可以 哈哈哈哈 還是 我其實想問說有沒有 很多人會想要試著 跟我驗賞嗎 我覺得 越獄一定是會有啦 但是只是在於說 他用什麼樣的手段成不成功 每一個監獄其實 或者是每一個單位 他每一個時期 其實都會遇到一些狀況 然後去更新他的設備 像監獄裡面有所謂的壓力感測器 那個就是很多年前那個 那個什麼 有一個初號叫穿三甲的一個 槍擊藥犯 然後他脫逃 他成功 他是用棉被 掛在那個刺絲網上面 然後這個東西 然後他因為這樣然後就跑了 所以後來就開始加那個壓力感測器 那是一點 但是監獄裡面其實最 比較常遇到就是 所謂的介護事故 他都是怎麼樣的處理 我覺得不是只有那個什麼脫逃 但是我們處理方式其實大概都欠免一律 拿那個什麼那個梯子脫逃的 接下來就梯子要鎖起來 然後列管造冊 拿刀子捅自己的 或是捅別人的 刀子前面磨平 然後列管造冊 然後用那個什麼那個 延長線自殺身亡的 所以延長線也要列管造冊 鎖起來 大概諸如此類 但是我是覺得說 其實真的講起來 你把一個人關起來的時候 人一定會是想要有自由 他今天如果沒有翅膀 他還是會想要跑 那是一定的 所以很常會遇到嗎 在那邊我也會遇到 因為我只是在電視劇 看到就是 所以像刺激1999那樣子的片 有可能發生嗎 有可能發生啊 對 但是只是在於說 他有沒有機會 其實甚至我們常常會 會講說 有一些受欣人他會講說 今天他現在 我現在剩下幾天而已 那他要不要跑 我剛入行的時候 一個經典的案例 就是我們的長官就跟我講了 台北監獄還是哪裡 有那個第二天就 就期滿出獄的 他今天跑掉 監獄裡面就最常拿這一個 來講說受欣人是會跑的 可是我覺得用這樣的方式去講 有點忽略他後面的脈絡 對 但是 我們確實也有遇到那個受欣人 就是那個連鎖 就是那個有外衣隊 然後他出去的時候 他要綁連鎖 那個連鎖其實 一開始同時沒有注意 他是非常鬆的 其實他脫下來 他就可以跑掉了 但是他好心地提醒你 幫緊一點 因為他也不想造成誤會 因為他真的不想跑 對 那種人也是有 所以你要怎麼講說一個人 會不會跑 我只能說以我專業上被培訓 我會說那一定會 但是是不是會發生 難說 對 那你想像中美好的監獄 很多國外的監獄是可以 就是煮飯 就是各種類自有的一種 那你現在就是以你自己的想法 會覺得你想要講 雖然台灣現在目前的都很好 那我問你 你想像中那個美好的 或者理想的監獄是怎麼樣 我希望就沒有監獄 然後你把我的答案說出來 其實我覺得 真的在 為什麼會有監獄 那就表示社會上有太多的不美好 跟政府或者是甚至我們 都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沒有做 後面才會延伸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常常會講說 一個罪犯 我們在報章雜誌 或者是媒體上面看 我們永遠看到就是非常平面的 有一個人殺人 罪無可赦 怎麼樣 他後面的脈絡我們沒有看到 透過誰想問說 你有沒有看到那邊生命裡面有愛 坦白說 以我的感受 我沒有感受到 那為什麼他後來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我相信那不是全部的原因 那今天如果真的一個案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除了會去罵 會去講說 欸這個人 那個什麼傷天害理之外 後面的原因 我們有沒有拉出來看 對我覺得那個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常常講說 欸現在有人講說那個社會保護網 可是我永遠都不講社會保護網 我會講社會關懷網 也許今天有一個朋友來找你 也許你一句話告訴他的時候 對他來說是莫大的鼓勵 後面他就不會有後續這些事情發生 對 我想要順這個問題的問題 就是說 欸因為 大部分的人還是會覺得說 有就是獄竹跟裡面受管理的 那個被管理者 他們是有一個階級的 不對等 然後 但是你自己其實會站在一個比較 就是 兩人權公約就是 我們都是要有基本人權的那個概念 去看待他們 但是你又必須在這個行政制度底下去 去滿足 那個管理者 他對 賦予你這個 賦予你這個角色的要求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在 這兩個 這兩個當中去 調適自己的那個 我現在沒有調適的問題 我現在就是在位置最高 我在三樓看下去 哈哈哈哈 而且就是 關幾筆 不過我 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啦 就是其實我在裡面 當然 前幾天也有 我朋友在 同事在提醒我 就是說 受刑人之所以能夠被改變 是因為我們在裡面的 這些約束力 其實也是造成一個 權力上的落差 他們 有求於我們 我們才有辦法 去提供這些 說服務也好 說管束也好 諸如此類 可是我看到一點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台灣 監獄的那個管理 其實是用軍事化管理嘛 我覺得當然那個歷史脈絡 是不容忽視的 再來就是說 你對一個群體的管理 其實軍事化管理是最快的 可是很抱歉 有一點是 如果造成衝突的時候 衝突也會是更大的 這是一點 因為你可以完完全全就是不顧 你就是要遵守規定 沒有第二句話 當然到目前為止還是有一些同事 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我在裡面我也看到一些同事 他們是真的會去關心受刑人 然後幫他們去處理問題 解決問題 這個也是有 但是相對上就是說 並不是每一個受刑人 在裡面都是壞的 然後 在裡面也許有一些同事 像那個時候誰來晚餐來拍的時候 公事有一個工作人員 他就很感激我們裡面的一個同事 因為他曾經做過社工 然後裡面有那個什麼 有我們同事管過的那個受刑人 是他以前的個案 對 然後 他很感激他 後來我跟我們同事講說 人家跟你說謝謝 我們同事那個 他一下尷尬的滿臉通紅 他覺得他只是做了他應該做的事 其實這些人其實永遠都在 只是說 欸 並不是說欸 今天他有 他有那個什麼 他會像我一樣就坐在這邊 分享他的那個經驗 不是 而是在於其實這邊 這些人永遠都不會少 但是 在裡面 欸 權力不對等 有的時候你可以感受到一個很大的落差 確實在那裡 但是我也常常就是 欸 之前我也常在裡面就是 有受刑人正好跟我談他們家的狀況 講講講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 就其實對我來說也很尷尬 對他 他也很shock 就他跟我講說欸 他多愛那個什麼家人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那 你們家人 的狀況怎麼樣 他跟我講的時候 他一下子講到那個他傷心的地方 他眼眶只是稍微紅了一下 然後就馬上縮回去 可是我就在他面前 就整個眼罩紅 甚至我眼淚就在裡面打轉 甚至這樣不由自主這樣流下來 因為我 我看到一個 一個人他非常愛他的家人 然後他又 親情上又觸及不到的時候 那個東西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很心痛 然後又很感動 然後他一下子看到就很傻眼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 受刑人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哭嘛 然後可是 在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就把眼力擦一擦 可是我後來我發覺一件事 就是 他後來跟我的互動 就是用很柔和的互動的方式 然後他也 比較不會說欸 好像就是 你是管理員 然後我是受刑人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距離是很遠的 他比較可以用 用那一種 好像就是 欸 那個什麼 平等的方式 跟我 彈話 但是這個東西 並不是我造成的 而是 他看到 欸 我並沒有說 因為這樣子 然後好像就是 我只是冰冷的 敷衍他 而已 那我在 就是 因為裡面有寫到 記者 轉上 我還還想過很多 就是 你裡面有寫到說 假設說你覺得這個受刑人 他出獄之後 然後 你跟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有建立一些 友誼的 你會說 就是他出去之後 我不在外面遇到 然後我親自斷這樣 然後實際上面 有沒有真的在外面 就變成 朋友這種 狀況 嗯 不超過三個 其實我 我比較希望就是說 這些 這些人在裡面 我們有一些交流 出去之後 我希望就是 他盡可能就是 忘記我們 因為其實坦白說 對我來說 我總覺得說 在監獄裡面 關的這段時間 其實 對大部分的人 都會是一個 那個 那個 所謂的 創傷性的一個經驗 然後他如果回去 他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他可以把這個 怎麼都都忘掉 包括我 我覺得 我覺得那 反而是比較好 OK 好 沒有特別問題 沒有問題 要公開問了嗎 你們待會要私下問的 你們再私下問 那個 所以是有對不對 好 其實我剛本來想 那個 文偉講的那個 比如說 獸行人 就是美好的監獄 就是沒有監獄 這個事情 那目前有監獄 有獸行人 是因為社會造成 不過我這場 本來最想談的當然是 公務員 我的公務體系 那如果有不好的公務體系 或者不好的公務員 其實也不是個別人的問題 或者是制度的問題 最好的公務體系 是沒有公務體系 是這樣嗎 哈哈 不是不是這樣推 你不要亂推 哈哈 假設現在公務體系 是有問題的 那是什麼樣的 社會支持的這樣的公務體系 什麼樣的前面的制度 什麼樣的人民支持這個 當然不見得是 完全這樣推 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們試圖要解決 這個社會的問題 試圖要解決這個公務體系的問題 也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環扣一環 我很高興你們兩個會互相認識 然後之後就這個 公格力 越隔越大力 這樣 這樣 之後他們可能會有人留言 不方便現身的 人好出來的人 我相信那個公格力 應該 應該是還蠻有 很需要 我覺得是很 這個台灣社會很需要 這個這樣的進行 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 就先到這邊 好 感謝各位任一鳴參加 謝謝 謝謝 謝謝